我們其實呢在這次選舉當中 大家會很在意在台海這邊 因為認為會影響到情勢 而另一個人呢 他也很在意台海這些情勢是誰 是美國 好 仙姊美國你有聽到了 他說我們希望兩岸能夠多多溝通 多多交流 因為美中之間 他們現在可能是正在 真的有在修補關係 帶你來看今天最新 這個是由中方這邊所發出來的訊息說 確實我們有跟布林肯通話了 還說有談到台灣 對話的人是秦剛 秦剛說他有直接的告訴美國 應該要停止干涉中國內政 講到台灣問題他們的嚴正立場是什麼 而這一次的這一個對話 布林肯事後也發了一個推特 說他們的目標就是保持溝通渠道暢東 那也講啦 就雙邊還有全球的問題 要做持續的努力 好 從頭到尾 你有看到布林肯要去中方訪問嗎 不是先前很多美國或是外媒都講 18號時間點都出來了 但這裡面還是沒有啊 甚至大家就問了外交部 外交部這邊也說 沒有太多的訊息可以告訴你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來看看 這個是在南華大學亞太所所長 他說了說現在有可能是這麼一件事情 就是當年2月的時候 當時布林肯要來中方訪問 說當時其實他們是有一些期待的 那現在呢 現在已經想凸顯的事 不是美國說了算 也就是楊潔篪當時說了 他們現在可以跟美國平起平坐了 我們可以跟你說不 當美國人跟中方說不的時候 大陸也可以跟美國說不 說現在有可能就是這麼樣一個態度 不過呢 也就在這個時間點上 其實呢 西方媒體很多時候他們會發一些新聞 那這個新聞你覺得你會怎麼樣來看 這個呢 說是法國媒體發出來的 他的講法是說 最近齁 足球迷都知道梅西他到了中國來 那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呢 他要跟澳大利亞踢球 跟澳洲踢球 那法國媒體的講法是 梅西這個時候來踢球 其實是要給習近平一個精美的生日禮物 說因為呢 他還踢球這個日期 6月15號 你以為他真的只是要跟澳洲踢友誼賽嗎 沒有沒有 因為6月15號是習近平70歲的生日 所以時間點非常特別 但這樣子一個說法讓大家想說 真的是這樣嗎 會不會有點太過於穿著附會了 其實現在習近平他真的還蠻忙碌的 忙什麼呢 因為他現在再一次的講出中方要為吉丹的狀況來做準備 當中包括跟西方的衝突 Wall Street Journal講了 5月底以來他已經兩次講這件事情 這代表著他們暗示的是 局勢即將升溫或者是升級 好也特別強調了 未來5年他們必須要建立地緣政治 具韌性的經濟體 這一些都是他們正在做準備的 那美方呢 美方最近也有一些動作 好包括什麼 包括他協同全球的盟友 歐洲亞太同時大軍演 來看這個地圖 這個在歐洲是6月12開始 北約史上最大規模25國 250架機的參與軍演 然後呢在東邊這一邊 你就可以看到了 菲律賓海這裡有6月9號開始 美日加法海軍的連演在菲律賓海這邊 來同時展開 在這個菲律賓海上面一些些 還有在東海這邊其實持續的雙方都有所動作 坎貝爾就講了說呢 俄歐戰爭以來現在美國首次在歐洲印太軍演 雖然代價高 但是他覺得不可以少 為什麼原因 最主要原因還是因為他們必須要在印太這邊守住他們的基本戰略 還包括什麼先前他們有提過啊 說是不是要設一個北約東京聯絡處 好雖然呢現在美方下面先前有講不是太贊同 但是日經這邊的講法是說已經開始印太四國簽約磋商了 要來研究這一件事情 紐澳日韓他們開始在討論 那但是必須要獲得所有北約國的同意 他們希望呢把這一些的國家當成一個基石 那重點就是說服法國 因為法國馬克宏先前已經講了 他不同意這件事情 北約大西洋組織就應該留在大西洋 但是也怪怪的 因為現在他說他想出席金磚峰會 大家開始在講了 法國媒體也在說了 這太瘋狂了吧 前所未有耶 他怎麼會想要去參加金磚峰會呢 還說已經有跟南非總統這邊打過招呼 好但是南非沒有表態 但如果他真的要去的話 這代表什麼 這個是法國的言論報分析 說這代表著他要跟美國來爭老大 爭全球的競爭治理權 好因為金磚峰會很多人都知道 他們是對著G7這樣子的一個不同的經濟體 那如果是真的想要法國來參加的話 是想要領導這個金磚峰會 變成裡頭的歐洲強國領袖嗎 而且其實現在不是只有法國 還有其他20國都想加入 這裡頭很多人在意的就是沙烏地阿拉伯 還有這一些OPEC組織裡面的成員國 現在也希望能夠加入這個組織 那如果這邊群體越來越大 可以把它視為跟美方之間的較量族群 越來越大嗎 好我們打一個問號 回過頭來請教賴老師怎麼樣來看 秦剛跟布林肯在今天通話了 而秦剛他們有強調是應約通話 而且他們聊到了停止干涉中國內政 我覺得秦剛這次是接了電話了 但是在這次的接電話中我們看到 中國對於古巴的炒作事件一點興趣都沒有 也不關心 也沒興趣 所以連談都不談 連問都不問 這個跟上次的氣球事件就不太一樣了 上次的美國也是因為布林肯要到中國大陸 訪問這個消息暴露之後 就爆發了所謂的間諜氣球 中國說這不是間諜氣球 你不可以過度反應 你不可以把它打下來 那美國還是把它打下來 那我們也看到中美的關係 本來在去年的時候 雙方元首已經打成協議 布林肯要到中國訪問 結果這個事情就黃了 就沒了 這一次又是布林肯媒體報導說 他要到中國訪問 古巴的間諜事件又爆發了 監聽事件又爆發了 但是你看在這一次中 布林肯一直想說 不影響我去中國訪問 不影響我去中國訪問 上來下下都是如此 整個操作手法跟上次一樣 這代表什麼 美國政府內部有一派 他們自己本身想破壞中美的關係 不希望布林肯到中國大陸去訪問 但是布林肯鐵的心就是要去大陸訪問 所以趕快打電話給秦剛 那秦剛對古巴的事件也沒有興趣 也不關心 就不理他 但是秦剛表達了三個態度 兩個停止 一個基本的原則 這個基本的原則就是習近平 因為當時謝峰到美國紐約的時候也講了 相互尊重 相互尊重就是你要尊重我 我才會尊重你 你若不尊重我 別想我尊重你 那我覺得這個基本的原則再強調一遍 第二個就是兩個停止 那兩個停止也就是說 你美國要不要停止干涉內政 那也就是第一個你扭扣理論 也就是台灣的問題 不是你美國人可以碰的 不是你美國人可以打的 不是你美國人可以操作的 你連碰都不准碰 那你不碰 中美的關係才有可能走 那所以已經提出第一個停止 第二個停止就是對於中國的發展 你不能夠再打壓 那問題就在於美國如果同意的話 那我覺得布林肯到中國大陸 訪問的可能性就出來了 那如果美國不同意繼續打壓 也就是說從現在通了電話以後 一直到18號這期間裡面 如果美國還有繼續打壓的話 我不覺得布林肯有可能到北京 但是如果這段時間都沒有打壓了 然後甚至有一些取消了 那就代表訊號就很明顯了 釋出善意了 就釋出來了 那也就是說假設這段時間 美國突然間把一些 某一些制裁的名單就拿掉了 或者是有一些關稅的問題拿掉了 那難道這不就是釋放出善意嗎 所以我覺得如果布林肯18號真的要去北京訪問的話 他的時間就很緊張了 是 好 但是我們也想要請教一下吳老師 原因是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但是他們的動作卻很多 包括現在北約 歐洲 印太 兩場均演 然後說雖然代價比較高 但是不能少 他們其實是不是其實兩邊的同時 也開始在做一些他們自己的準備 其實外交層級 美國外交層級一直想要恢復負談 而且不只外交 商務 經濟 你看 布林肯說要去也說兩次 商務部長 聯盟多也要去 也不能去 成本 葉倫也要去 也不能去 國防部長 奧斯汀在 商務部長 跟李上福要談 更不能談 因為你外交部沒有談完先 你國防部不能插進去先談 他們凡事都有一個接觸的起頭 那現在如果從氣球門開始 到這一次古巴監聽危機 我覺得是 美方 我剛才很同意賴老師 美方似乎有一些人 對於所謂拜登的 engagement policy 他們很擔心拜登又走回 所謂engagement 跟中國接觸的老路子 因為其實在拜登上台之前 有許多人都反對說 之前的美國接觸中國 或是把中國納入這個世界體系 是錯誤的 他們不希望美國再走回老路子 維持對抗 而且是不斷的對抗 問題是 假如你是以衛教部門來看的話 不可能永遠對抗 對抗的部分你還有溝通 大國之間 如果只有對抗 很麻煩的 而且會有許多紅線 差中走的可能 所以他們之前講的 共識性互然 可能都很難維持 所以為什麼布林肯 從去年開始講要建 近年初 其實我們跟他不能建 到這一次 18號到底能不能去 還是一個問題 所以如果雙方要釋出一個善意 特別是中方特別講 美方不要 一邊說要接觸 一邊又拉幫結派 特別講了 美方在拉幫結派 就像今天這個部分講的 北約 現在北約要實體化 特別是北約要在東京設辦釋出 他就是北約 不只東擴 亞洲北約都要出現 我們過去在 國際研究國際關係在討論 亞洲為什麼沒有北約 亞洲有沒有北約這個問題點 東南亞國家是很怕這個問題的 他們不想走這個 所謂性質主義對抗的路子 他們喜歡走什麼 共和共融 We are family 他們常講的 東協峰會每次開會 We are family 北約進來 你怎麼樣 We are family 很難 7-11嗎 不是 We are family 是全家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中方在聯盟裡面 非常重要的是 如果你在所謂的亞太有結盟體系 我們在研究國際上發現 只要十六十七跟二十世紀 你有這個結盟關係的 通常 而且結盟裡面有強權的 都會發生戰爭 這是個很麻煩的事情 假如亞太之間有個北約出現的話 那難保中國會不會放棄 他所謂的不結盟不對抗的老路子 這點是我們要去看的 因為當你結盟 造成別人不安全的時候 它就是這個安全困境 我們講安全困境 這未來是全世界會有個大變局的 好 那要請教兵哥了 因為現在如果說是 真的是這樣的話 戰隊的部分 比較難想像的是 馬克宏要去金磚峰會 這確實蠻多人都嚇到了 其實馬克宏一直以來 都想走出他自己的一條路 他也講過好幾次 其實歐洲不應該 就是好像變成像美國的應聲蟲一樣 美國叫他幹嘛就幹嘛 而且歐洲人也應該負起 防衛自己的力量 實際上最近也有民調顯示 連歐洲人民 歐盟裡頭自己的人都認為說 他們不應該過度依賴美國 應該要有自己的武裝 要有自己的武力 單負起保衛自己的任務 所以我覺得 馬克宏就是想走這一條路線 那我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跟美國走 實際上這也是法國的傳統 法國過去就常常是走自己的路 不太跟美國走在一起 那只是你在這個階段 在美國正在緊鑼密鼓 希望號召他的盟友來 全部來圍堵中國大陸的時候 馬克宏這樣子出來 我想這個大概跟馬克宏心裡頭 對拜登不爽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拜登上任之後 弄了馬克宏好幾次 所以我想他大概也是覺得說 你既然不給我面子 我也不需要給你太多面子 我就走我自己了 但是他要走這條路也未必走得順 因為也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因為當初 金磚國家起來就是對抗你G7的 那你現在 你現在G7的國家自己要進來 那這符不符合金磚國家當初成立的本意 那恐怕金磚國家內部也要經過討論 所以不是這麼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你說習近平一直強調極端情況 是已經準備要打仗了嗎 我必須這樣講就是 他們應該是隨時都有備戰的打算 也就是因為面對美國的步步進逼 他們當然一定要做好準備 就好像台灣政府現在不是也天天叫我們要備戰嗎 這都是一樣的道理 但是是不是一定會爭打 我認為其實還很遠 你看美國一直急著想要找大陸談 表示美國也不想爭打 美國一直希望建立起一個雙方一個溝通的管道 一個基本的遊戲規則 好避免擦槍走火 可是對中國大陸來講 因為美國一直想要來拜訪 可是你又一直不斷的加強你的制裁 打壓各種各樣莫名其妙的東西出來 那到底要談什麼呢 所以現在看起來之前美國媒體講了什麼 6月18號布林肯會到訪北京 我當時就認為恐怕沒有這麼順利 現在看起來好像真的是如此 對於美國來說 他們內部可能也有自己要解決的問題 今天美國頭條新聞是什麼 是川普出庭應訊了 否認所有的指扣 同時還發表演說 講什麼 講說算了 法院那邊講說最快70天內會宣布判決 但是我覺得選到底來聽聽他的原話 好你看這個就是選舉的人呢 怎麼講說哎呀雖然說現在呢 這個拜登政府啊在打我啊 說我什麼把這些公務的文件衝衝帶回家 還對我有所指控 但是只會讓我民調越來越高 哎他講這句話底氣是什麼 帶你來看到 現在6月12 美國媒體的一個民調啦 說你認不認為川普被起訴是出於政治動機 哎沒想到哎 ABC47% CBC76% 路透也有81% 說認為他被起訴是因為政治動機 哎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對於今年的選舉 哎明年的選舉就會有影響囉 而且拜登自己也有一些問題 包括了現在說呢 有17段的錄音 講的是什麼 就是當年他們怎麼跟外國的公司 來有金錢上面的往來 好共和黨的議員直接跟他指控說 你有收受外國賄賂 這一些必須都是他要面對的事情 因為如果真的有的話 嗯那個時候他是副總統 可能他也會面臨很重要的官司 好其實呢 現在在美國內部有問題之外 外部他們可能也得幫幫盟友 為什麼橫挺他們的韓國 現在說跟中國槓上了 中韓衝突又再一次升級 現在就連影席 因為自己都親上火線 罵的是誰 罵的是中國駐韓的大使 而且呢 雙方的軍艦說已經開始在東海這邊 有所對峙了 講到這一位駐韓大使呢 他的名字叫做邢海明 好他是在一次的訪問當中 是在跟在野黨的領袖對談的時候呢 他很明確的講 講說現在美國全力打壓中國 現在如果有賭中國輸的話 那個人他一定會後悔 很多人就在講了 他這個講的就是尹錫悅 讓尹錫悅政府當然非常不滿啊 說這樣的話呢 是讓整個國民都不悅 好甚至呢 他們的議員還提議說 這樣子下來的話 那我們就要小心哦 他會不會進入我們選舉 我們是不是要取消10萬在韓 中國人的投票權 怕他們來干涉我們的內政 好整個事情到現在 中韓之間從外交對峙 會不會真的升溫到所謂 軍事上面的軍艦對峙 這個後續都必須要來看 但是另一個科技戰現在也升級了 因為呢從荷蘭這邊傳出一個消息 說他們即將要禁止大陸的學生去修讀半導體的課程 我們都知道嘛 先前美國呢他們在打半導體戰的時候有要求 荷蘭你這些光刻機等等技術不能給中國 現在呢說彭博社的報導 荷蘭這邊開始在沿你立法大陸的學生 不能來參加我們這一些敏感技術的課程 甚至擔心啦學了之後會拿回去使用 要規避靠這樣的方式來規避管制 連學生學什麼都有可能明令禁止了 現在的科技戰是走到這個地步 但即便這樣美國財長葉倫還是講 我們不能跟中國脫鉤 因為我們從數字上來看啦 現在雖然說中方對美的出口下滑 可是問題是哦 基本上今年前五個月中國的份額還是35.8% 大陸這邊很多的商品 還是美國進口的主要供應商啊 這個就是鐵真真的事實嘛 而到底中國這些電動車有沒有可能大舉進到美國市場 比亞迪的副總裁是怎麼講的 他說目前啊他們不在我們的考慮範圍內 為什麼因為他們先前的這個IRA法案 確實對於我們有一些負面的影響 那也沒關係啊 因為我們就去拉美發展啊 現在這些地方的電動車普及率可能比美國還要來的好 所以呢從科技從這個電動車車市基本上美中持續的在較量 但是有一個地方也在較量國際組織啊 昨天呢傳出美國要重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其實算是第二次退出之後再回來 那中方的回應我覺得還蠻酸的啊 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汪文斌直接講的 是當作逛公園嗎 想來就來想走就走 美國這次回來的原因是因為說現在 教科文組織他們要制定的是人工智慧相關的規則 或者是相關的教育的內容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能讓中國自己說了算 必須回來對他有所制衡 真的是這樣嗎 回過頭來請教賴老師怎麼樣來看 川普現在說否認所有指控 而且我就不退選 我覺得這個對於拜登的選舉真的不利 因為川普的這個司法的案件 坦白說在美國有很多人 他們認為就是一種政治迫害 這個對川普的選舉反而有幫助 即使說法官最快70天判決 但是問題就是還可以上訴 那也就是說你沒有到這個終審判決的時候 這個選舉都還在進行中 我估計你法官再怎麼快 都沒有辦法來的選舉這麼快 因為選完了以後如果川普又勝選的話 那司法的豁免就利用當別論了 拜登的兒子杭特 因為已經有前情報局的官員 他們已經而且是局長級的 已經出來作證說 當初在選舉的時候他們有作為證 也就是說他的兒子 確實涉及到很多的一個案子 我覺得這個可能拜登也逃不了了 因為這次杭特的這個事件 共和黨一定會窮追猛打的 韓國倒是玻璃心了 太脆弱了 因為這是一個駐韓的大使 跟在野黨的黨首 黨魁彼此之間的一個對話 那他們其實韓國大使沒有點名 他們有談到日本的核污水排放的問題 那你看韓國的漁民如此強烈的反對 那麼有談到中韓的貿易的問題 半導體的問題等等 因為目前來講 韓國已經進入了這個 跟中國大陸貿易赤字的一個情況 而且越來越嚴重 那目前情況看起來很難改善 那最主要是隐其樂的轉向美國 而且隐其樂介入了兩岸之間的問題 這個都碰觸到最敏感的事情 中國大陸還沒有出手 中國大陸如果真的出手的話 那麼幫助朝鮮做更多的事的話 韓國才會真的受不了 中國大陸都還沒有這樣做 你看隐其樂就已經哇哇叫了 那這個大使他講的很簡單 他說有人賭中國會輸 那他又沒有說你韓國人 也沒有說你隐其樂 他只說賭中國輸的人以後一定會後悔 就這麼簡單 那這句話有什麼問題呢 我覺得這句話根本沒有什麼問題 那為什麼隐其樂就氣急敗壞呢 而且越來越生氣 但是很奇怪 等到中國大陸又反擊了以後 你看突然間這兩天不講一句話了 閉嘴了 所以我覺得因為情況已經到了 比較緊張的局勢 比亞迪不去美國 我覺得這是合理的 為什麼說合理呢 美國的補貼法案是你拿我的補貼 你就不能去中國大陸發財 那開玩笑 你要比亞迪放棄中國大陸的市場 這個想都別想 不過我覺得比亞迪本身在歐洲的進軍 是絕對有可能 以法國目前來看的話 法國想在洛曼蒂這個地方 打造一個非常龐大的 一個有關於電池的一個生產供應鏈 那法國如果成功的在這個 洛曼蒂這個地方打造一個電池的 車用電池的生產供應鏈的話 當然會吸引很多的這些比亞迪 中國的這些電動車進入到法國去 比如說我覺得比亞迪選擇法國 或是選擇德國 選擇法國的可能性是蠻高的 好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廣告回來要繼續來看到 是中韓之間下一個外交戰爭 真的會升級到所謂的軍艦 也開始在東海這邊 有對峙的狀況嗎 先進一下廣告 好 我們之前講到了美國 其實現在在世界上頭的 他們的戰略佈局 但是這個佈局會玩到什麼程度 好 原因是他們自己內部 其實也開始有很多的選舉對壘 來 吳老師怎麼看 那個川普真的是厲害 越打越強 經歷神經那麼多官司打不打 不怕打下來 各位觀眾如果你還記得 去年六七月在暑假的時候 大概也是這個時間 美國會做什麼 最關注的就是所謂 1月6號終極大審 那個時候在特別在關注 川普怎麼樣去煽動群眾 恭敬國會 踐踏美國民主 甚至還毆商很多警衛 那個不是 不僅僅是政治的考量 而且很多是 人家對人性道德的一個 是對美國民主的發展 那時候全美國社會 輿論化然 所以世紀大審 1月6號聽證會 川普安然度過 這一次又面對了這麼多的指控 還包括之前艷辛的指控 他還是沒有事情 這代表什麼 他基本盤很厚 美國共和黨的選民 對他還是充滿信心 這點是非常奇特的現象 當然包括現在美國經濟的問題也是 外在的問題也是 還有很多的 美國老百姓對他身為很多不滿 物價的高漲 我想川普現在有個順勢而起的 很強的風潮 所以各位觀眾記得 甚至前陣子在 這個愛荷華州 舉行了共和黨的初選 所有的候選人都到場了 Dissanders 對不對 大家都到場了 川普不去 他覺得這個場面不需要我去 我的民調還是遙遙領先 所以代表說川普對自己一個很有信心 他基本上很厚重 這對拜登是一個很嚴重的挑戰 為什麼 拜登被人家召到跌倒那麼多次 在許民現在對他的 未來四年治國 你也會打上一個問號 但我看這個聯合國 美國充滿聯合國 外交部說不是想來就來想走就走 美國跟這個教科文組織的愛恨情 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早在2011年的時候 聯合國教育組織就把什麼 巴勒斯坦納進來 投票說巴勒斯坦你可以進來 巴勒斯坦本來在聯合國各級組織都是觀察員 唯有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他們在2011年把他納進來 2017年更厲害的是什麼 他們在這個宣布 聯合國教育宣布什麼 西伯倫的舊城區為巴勒斯坦的 兵為世界遺產 這對以色列是多大的侮辱啊 那時候川普說什麼 你敢動 這個問題我就跟你決裂 川普毅然宣布退出啊 而且會費當然沒有繳了 因為欠這個會費不是川普在欠 歐巴馬實在就開始欠了 所以川普就退出啊 現在拜登又說要進去 這不是很吊詭嗎 那以色列人怎麼辦 是 對不對 那些你當初欠了會費要不要繳 這是很大的問題是別人說 聯合國怎麼是你來就來就走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還是一個什麼 以國家利益為導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強權 是 而且如果現在川普 明年又要選了 那如果他又選上了 那這個教科文組織還回去嗎 不知道 好我們先進廣告 今天我們要請賓哥幫我們總結 其實大家說美國這樣跳進去就跳出來 是怎樣到底是怎麼回事 像逛花園嗎 其實不瞞你說美國向來就是這樣 他參加所有的協議都是這樣 有很多協議是他自己搞的 結果他後來發現 這個對我不理我就跳出來 大家不要忘記聯合國的前身國聯 就是美國人弄啦 結果美國人成立國聯自己不加入 那就搞這一套 美國人下來就是這樣玩 那以前我們講說 銅鑼灣陳浩南是什麼 講義氣夠狠兄弟多對不對 美國就是不講義氣 但是我夠狠我兄弟多 所以他就是這樣玩 所以你拿美國一點折都沒有 那美國為什麼比亞迪不去 其實也很簡單 因為美國人跟我們不要讓他去 因為美國的市場就直接 直接等於限制了 讓比亞迪不能在那邊發展 可是美國這樣短期看來 好像是保護了自己的產業 可是長期下來是損害他們自己的消費者 因為你這樣的話會造成 美國的未來電動車 他的鋰電池的價格都會大漲 因為你自己的供應就會短缺 那這會拖慢整個美國轉型電動車的進程 這是必然會出現的一個結果 所以比亞迪說 我們會預期拉丁美洲未來電動車的普及率 會高過美國 這大概是必然的現象 因為美國只剩下昂貴的電動車可以買 那對很多美國的消費者來說 那我寧願繼續使用我的油車 就慢慢用吧 所以我覺得美國自己的政策 會造成自己本身的問題 這看起來短期之內好像保護了 可是美國不要忘記 當初為什麼你們把這些產業移出美國 是因為你們已經評估過 美國不適合做這些產業 那你現在要重新把這些產業拿回來 請問一下美國重新滿足了這些產業 生存的條件了嗎 如果沒有的話 拿回美國的好處到底在哪裡 因為像現在硬把台積電逼到美國去 其實已經造成非常多的問題 包括你從台灣過去的工程師 跟美國在地找的這些工程師 其實已經產生不合了 然後他們沒有辦法適應台積電這種文化 沒有辦法輪班 也不可能超時工作 那也沒有辦法滿足台積電的要求 大家午安 我是陳彥寅 歡迎來到新聞大白話 接下來這一小時 跟我們另外一大小時 要用您聽懂的話說給您聽 現在介紹這一小時的來賓 首先要介紹的是國際政治專家 來宇潘老師 主持人好 我的朋友大家好 還有政大外交系教授吳崇涵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資深媒體人謝喊斌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 應該需要先帶您來看到 是在今天所公佈的一個最新民調 就是來自於林傳媒的民調 他表示 柯文哲現在呢 在這一波的民調當中 依舊排名第二 可問題是 這裡頭排名不變 但數字又在變化 發現了 柯文哲現在 雖然說排第二 但是他支持度突破三成了 來到31.29% 緊追著賴清德 跟侯友宜之間 拉出了一段距離 先前呢 其實有很多名嘴就開始分析了 說柯文哲他現在的做法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呢 他必須要來看 淺藍淺綠的票 通通把它吸過來 我們號稱吸星大法 好 什麼意思呢 原因是 現在啊 在數字的變化上頭 我們可以來看看 而在兩岸共識上頭 有沒有可能變成 這一回選舉非常重要的一點 因為大家都說了 這一次是非常重要一次選舉 好 賴清德說是民主跟專制 但是也有人說啦 是到底未來兩岸要如何走 侯友宜這一邊呢 他前幾天講了一個名詞 叫做西邊 有人就說了 你講西邊來代替兩岸 撐大陸 是不是想要迴避九二共識呢 那不提 那不說九二共識 是不是是因為你希望能夠爭取更多的 可能偏綠淺綠這邊的選票 中間選票 但是回過頭來看數字 是不是有的時候 你必須要先顧一下基本盤 會這樣講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從上一次大選的數字 帶您來看到 好 原因 蔡英文上一次拿到817萬票 得票率呢 過半來到57.13% 但是你看喔 韓國瑜跟宋楚瑜 他們兩個人的得票率加起來 其實大概有613萬票 這兩個人上次在選舉的時候 基本上他們是認同九二共識的 所以如果我們從數字上來看 可以說認同九二共識的 在上一回的得票率告訴我們 大概有613萬票 那回歸到這次選舉 我們剛剛很直接的告訴您了 為什麼柯文哲會有這樣子的一些打法 或者是這兩邊不同的一些說法跟聲量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他也知道 現在的賴清德呢 基本上不太可能會拿超過五成 像蔡英文當年那樣 但是四成是他的基本盤 所以他希望拿到四成之後 另外六成給柯文哲 還有給侯友宜兩個來分 4比3比3他會贏 但是柯文哲是怎麼樣一個算法 柯文哲他的算法是想要4比4比2 而原因是什麼 是如果賴清德一定有四成的話 他也拿到四成就有機會來跟對方比拼 那剩下一個人就會被邊緣化 到底是柯文哲被邊緣化 還是侯友宜被邊緣化 就必須要思考誰能夠拿到 比較鞏固好你的基本盤 那侯友宜就想問了 如果說基本盤都沒了 你覺得還會有中間選票嗎 其實現在在面對兩岸的議題 賴清德雖然說他沒有抗中保台 他和平保台 但是你來看看他的動作 他講面對中國威脅 一定要堅持台灣路線 守護主權 看起來還是在保他那個四成的基本盤 鄭文哲則是講了 說現在AIT鼓勵我們對話交流 但是什麼 不是我們不講啊 是對岸啊 對岸才是目前主要障礙的來源 那大家就想問真的是這樣嗎 因為馬英九辦公室他們就講講啦 我們其實一直以來 你們政界沒有辦法談 商界你說很敏感 那學生交流很好 可是我們現在想要邀請學生 大陸學生來台灣 卻被批說是統戰樣板 那到底為什麼現在民進黨 越來越像共產黨呢 有很多人問 50個學生來就會被統戰嗎 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的政府的一些做法 到底是害怕什麼呢 其實現在在昨天有一個最新的公布 好我們的民進黨政府告訴我們 現在有一個國民全全民國防應變手冊 這裡頭呢就有一頁特別告訴你了 說我來告訴你對岸的軍人會穿怎樣 長怎樣代表什麼軍種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呢 是希望讓你能夠識別出來敵軍 好可問題是這個IDF經國號 蠻有名的一個軍事迷 他就直接講了利益良好 但是這裡頭錯誤資訊太多 還甚至告訴你說 這裡面大陸的國防部官網 通通都可以找到資訊 怎麼用抄的還能抄錯 到底是想要交差了事 還是是做心酸的呢 裡面甚至呢 就連他們自己民進黨的立委都在問了 你這個人數容納量的問題 避難室說是在地下室 然後你說呢可以容納3000多人 這個數字誰看了都會覺得有問題啊 或者是指引標示用A4指 那不怕日曬雨淋嗎 到底是不是做半套的 甚至他還告訴我們什麼 手機在暫時是可以漫遊的喔 他告訴你說台灣啊 從南到北都有海浪衛星 隨時可以上網 你說暫時要是真的電話不通 基地台不通怎麼辦 他告訴你說沒有關係 家裡還有世話 甚至呢我們還有環島光纖 這些都可以用 這樣真的有用嗎 大家開始問這些資訊 想要跟我們說些什麼 官員到底哪來的自信 而在外交上頭 現在呢外交部也告訴我們了 說他們看到什麼 他們看到洪杜拉斯好像開始 跟中國這邊越來越好 甚至在釋放一些訊息 所以他們呼籲對方 不要互從中國 才不會升高區域緊張 但是大家就想講了 嗯不對啊 他都已經很明確的跟我們斷交 就是為了要跟中國建交 那你覺得你是要這樣子發文 有用嗎 就有人開始講嘛 講說什麼 講說你看當時賣我們白蝦 現在人家對岸都不買 結果呢 人家的總統會務習近平 親自推銷白蝦 對岸點頭了 那就開始有個新聞講說 沒有啦 這個價格恐怕只剩台灣的一半而已 可是呢 對岸也會發新聞啊 他們也會發他們自己的大內宣大外宣啊 他們就講說哪有 我們現在還准他們的香蕉咖啡豆 一起來進口 所以呢大家也開始在思考 這樣子的新聞其實有可能會影響到的 不是只有宏都拉斯還包括旁邊 岌岌可危的巴拉圭 好原因是什麼 這些訂單有沒有可能也會變成利用巴拉圭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手法或者是宣傳 這些我想才是外交部應該更應該在意的吧 回過頭來請教兵哥怎麼樣來看 這一次的民調 好大家就在講了 侯友宜他現在到底還有沒有守住基本盤 其實最近這一波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賴清德跟侯友宜基本上都是處於一個防守的狀態 尤其是侯友宜因為這個為要案 然後被打得有點手忙腳亂 那反觀柯文哲他不斷的在進攻 那也不斷的在擴充他自己的票源 然後包括去接觸館長接觸黃國昌接觸各社各樣的人 然後到學生這邊去接受挑戰 那他在不斷的在擴大他的影響力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成果來 其實最近幾個民調都顯示柯文哲的態勢在上升當中 所以現在就變成了一個狀況 也就是現在柯文哲跟侯友宜 大概就是想盡辦法讓對方變靈根人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問題是誰會變靈根人呢 本來藍軍這邊是信心滿滿 因為他覺得我黨的實力雄厚基礎比較大 所以應該是柯文哲會變靈根人 你要靠過我這邊來 所以要藍白河 可是現在恐怕情勢看起來越來越逆轉 好像快要變成白藍河 也就是你藍的這邊是不是要放棄 要被白的整合過來 不然的話就是攻守讓給民進黨 所以侯友宜必須要改變他的整個策略 最近這一陣子其實已經看出來 他自己的弱點在什麼地方了 包括一些論述的問題 包括他整個應變的一些能力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他要趕快改變策略 然後不要再畏首畏尾 因為我覺得現在 何友宜沒有發覺一件事 這一次的大選三個候選人 都不願意講九二共識 所以那你不講九二共識的話 就表示你在這邊也得不到什麼分 因為別人也沒講 所以你跟別人的差別到底在什麼地方 每一個人你在選舉的時候 你要找出你自己的市場區隔出來 什麼是你自己的市場 你能夠抓到哪一些票 你自己本身要去思考清楚 否則一昧的這樣閃躲啊 或是繞路啊 我個人覺得到最後對何友宜本身是不利的 那現在這個民調看起來 情況對何友宜真的是越來越糟糕 如果到我認為如果到七月的時候 還沒有轉機出現的話 那何友宜真的會變成零根人 我覺得是非常有可能變零根人 甚至現在一些綠營媒體正在見風插針啊 說七月二十三號搞不好要換人 就直接這樣講 所以我覺得何友宜自己要去警惕這些事情 因為你這樣做結果 目前看起來在選戰上 離失敗越來越近 那至於說 那個賴清德 他們每一次都在搞這些什麼 抗中保台啊什麼東西 那我就覺得無聊到 現在連個陸生來也不行 然後兩岸之間的交流什麼都是統戰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直接講明了吧 如果按照你們這種觀點的話 我們要不要切斷所有一切 跟中國大陸之間往來 因為中國大陸跟你買東西都是統戰 這很擺明啊 因為人家故意對你讓利 請問一下這不是統戰是什麼 那你應該禁止中國大陸跟我們買東西 你也禁止任何一切的交流 因為對方的目的都是統戰啊 那你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所以如果你沒有禁止這些其他的交流 為什麼要特別禁止幾個學生來會怎麼樣呢 所以我覺得 陸委會是完全被人家看破手腳 那還有拜託 我知道台灣已經被美國弄得 越來越接近兵胸戰危的第一步 可是去搞什麼 什麼這種國防應變手冊 去年搞了被人家罵了半死 今年捲土重來弄了厚了一倍 結果裡頭一堆廢話 而且我真的不懂 你叫一般民眾去辨識解放軍的軍階幹什麼 請問一下你辨識他的軍種或軍階 請問一下你能幹嘛 你有沒有發覺 當你民眾進到可以辨識他的軍階的時候 人家就站在你面前了 你是不是直接被人家打死 那而且他是一般的民眾 一般的民眾在戰時要做什麼事情 在戰時就是要保住自己的性命嘛 你要教的是怎麼樣讓他去保命 要不是教他去辨識敵人 你要一般民眾幫你去作戰嗎 然後更不要在那邊荒唐 還暫時的時候你還會有網路 還會有通訊 你有海底電來人家不會把你剪掉 前兩天人家一個脫網就把魚欄弄掉 你怎麼會認為暫時的時候這些東西還會存在呢 真的是不要再異想天開 要請教吳老師你怎麼樣來看 原因是因為現在鄭文燦的講法是 兩岸我們不是不交流 是障礙來自於對岸 你怎麼樣來寫其實這一句話 甩鍋是最容易的 他會說我們主張和平 主張交流 都是你們要威脅 其實這論調我們聽很多了 都是中國大陸不遵守國際規則 破壞國際規則 破壞國際秩序 都是你們拿槍對著台灣 都是你們把飛彈指著台灣 千錯萬錯都是你們的錯 不會思考自己 這是很簡單的 這種東西其實在冷戰時期大家常會用 就像德國人常講都是 納粹德國常講都是猶太人的錯 是一樣的道理 因為這種意識形態的這種0跟1 是很好操作的 問題是我們就回過頭來看 每次台灣到了所謂的大選 特別是中央型選舉 國家生存永遠是我們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議題 台灣沒有左右派 這點是我們選了二十幾年 最麻煩的就是我們的中央選舉 從來沒有左右派在分 兩個主要的國民黨民進黨 都是我們的資本主義政黨 所以選到同來都是國家生存 早前我們講了所謂 本省人外省人 再來是通獨 再來就是戰和 這就是所謂的台灣的選舉 最最後的議題 這也牽涉到現在 藍綠白三方的他們最後 要該怎麼樣在這上面得分 其實我覺得 侯友宜的陣營 現在慢慢在行錯這方面的東西 是不是要用九二共識 我覺得慢慢應該會有出來一些形式 但是如果我們一看 來信德是所謂的抗中寶台 或者是和平寶台 他是以抗衡在這個左邊的話 國民黨的九二共識應該在右邊 那克文哲在中間 那選舉有個理論 叫做我們講中間選民理論 Media Voter Theorem 就是當兩邊的這個 最主要在左右兩邊的黨 他會往中間切 切越多的中間選民 可以獲得最後的勝利 那就要看說 當接下來選戰到了最後幾個月 民進黨跟國民黨在國家議題 兩岸議題跟外交議題上面 最後的短兵相接的時候 特別是總統配合區域立委 在短兵相接的時候 這個部分如何他們在各自得分 這會影響到柯文哲最後的得票數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選舉 現在還稍微要一點早 最後兩三個月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就是看第一個 侯友宜在兩岸問題 在外交問題上 他怎麼把或許過去 張錦森前主席講的 憲法九二搬出來的時候 因為其實憲法九二它有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對內以贏得選舉為主 強調中華民國的主體性 對外以後未來再去跟北京講說 那九二共識到底怎麼尋溯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邏輯概念 因為畢竟你只有贏得執政權 你才能做兩岸關係 在還沒贏得執政權之前 所有兩岸關係 都會造成你的不是負分 不然就是不會得分 柯文哲很聰明 他就用這個方法 他講到九二共識 我選上了才去跟對岸講 他就特別知道所謂的雙層 所以我們叫二-level game theory 這是雙階層理論 怎麼樣去好好拿捏這個 是我覺得非常重要的 當然我覺得接下來未來 藍軍庫的歸隊 就是要看侯友宜在兩岸政策 還有外交政策上面 他怎麼樣行錯的話那一套 該怎麼樣去說服深藍淺藍 還有所謂的 所謂的非綠大聯盟的選民 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要講一下這個中紅關係 外交部用這個互從 非常有趣 我想紅紅大是經濟上互從 他不是全部都互從 畢竟他在這個拉丁美洲 地緣政治上面 還有跟美國的關係上 他不可能全面互從中國大陸 他現在要賺錢 不管是白蝦也好 咖啡也好 甜瓜 哈密瓜進口也好 他必須要把這個 中國大陸市場先站下來 接下來他才慢慢談其他事情 其實我們就看到了 在今天他們就開始在講說 洪都拉斯外交部出來 呼籲他們不要互從中國 但是我們就在講 他其實過程當中 我們也看到了 對呀人家也會發新聞 人家新聞發給誰看 發給巴拉圭看 你會說為什麼我們這樣講 今天一個最新消息 是巴拉圭的後任外長 說他們準備與大陸對話 但不會拒絕跟台灣合作 這些關係我們也想問了 外交部有沒有看到這些新聞 我覺得當洪都拉斯 跟我們台灣結束邦交 結束外交關係的時候 你外交部跟洪都拉斯講什麼話 他會理你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簡直是一個很可笑的事 就是說外交部告訴洪都拉斯 你不要互從中國大陸 這個簡直是荒唐可笑 他已經不承認你了 已經跟你結束關係了 你還告訴他說你應該怎麼做 這個叫做無知 叫做可笑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洪都拉斯跟中國大陸 然後一建交的時候 第一時間馬上加入這個一帶一路 這代表他的態度更明顯了 然後李強馬上談到就是說 盡快的這個中鴻之間趕快簽談 開始進入這個自由貿易協議的談判 所以要馬上要加速了 那這個擺得很明白就是大陸 他基本上要跟洪都拉斯 建立更緊密的經濟的政治的等各種關係 因為洪都拉斯的地理位置實在是很重要 那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這塊地方不管是往寧加拉瓜 或是整個加勒比海這個地區來說 中國大陸是鐵定要經營下去的 而且它已經產生了四番校友了 你剛剛講到巴拉圭 巴拉圭是我們在南美洲唯一的外交關係 那這個外交部長 準部長已經態度很明白 就是說沒有前提沒有條件 直接跟大陸直接對話 那一旦對話談好以後 那當然就是結束跟中國 跟我們台灣的關係 所以這個已經馬上就會面臨的問題 因此你外交部你現在 吳釗憲如果你真的懂外交 你應該去回防守住巴拉圭 而不是對一個已經斷交的洪都拉斯 再說三道四的 因為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 簡單說了誰理你 因為他已經跟你結束外交關係了 他就是根本不想理你了 所以這個態度就擺得很明白 到今天為止還看不清的狀況 我就覺得簡直是很可笑 國防部不會寫這個 暫時的一個計劃 應變計劃可以理解 因為國防部上當下下沒有一個人 參與過戰爭 沒有一個人有戰爭經驗 我們在台灣上當下下絕大部分的人 可能是99.999999 都沒有戰爭的經驗 那連美國人也不會寫 你放心 不然的話你叫美國人寫一本 這個戰爭的應變計劃給我們台灣 絕對寫不出來 因為美國人也沒有戰爭的經驗 美國人更不知道打仗的時候 在美國會發生什麼狀況 他們也一概都不知 因為他們只是侵略別的國家 他們製造別的國家的戰爭狀態 而他們自己國家從來沒有發生戰爭狀態 如果美國真的有一天發生了自己戰爭狀況 他可能就會寫這個戰爭應變計劃了 所以國防部也不用覺得太丟臉 你不會寫可以理解 你叫美國人寫 美國人也寫不出來 那你要怎麼寫呢 去烏克蘭取經 也就是你派一個研究小組進入烏克蘭 在戰區最好是派台獨的 到戰區去 然後去了解一下這個整個戰爭的狀態下 那麼該怎麼去做應變 那而且也順便做一下研究 就是說大概死傷會有多大 這個再了解再來編寫這個就有意義了 最後我還是講一點 我覺得侯友宜沒有在兩岸的地方表明態度 沒有守住國民黨立場是不對的 國民黨的立場九二共識沒有被放棄 沒有被拋棄 馬英九已經講得很明白 那到今天為止侯友宜不趕快把九二共識拿出來 來跟柯文哲跟賴清德對抗 坦白說自己丟掉地盤 好 好